- 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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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這兩個字 對我來說就是 要有大愛 然後不離不器 然後有很高的意見 因為我媽媽就是這種老婆 然後我的兩位老婆 目前而言 就是對對方的感覺 就是會不離不器的 如果人生中沒有我們那兩位老婆 我會畫 我人的身體算是破碎而不完整的 因為他們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再讓我旁邊像小顧神一樣 給我信心跟力量 而且有時候做一些比較丟臉的事情 都顯得好像很好 並沒有那麼丟臉 因為我們就很搞笑 很可愛的方式帶過 但是有時候生在裡面就會做一些 比較方當的行為 如果只有自己一個人去做的話 會覺得那種感覺 恐懼是非常大的 很大 會讓你們受不了 所以我很感謝跟力量 他們兩位 看你們兩個 我們一起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對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對我們兩個 我怕哭了 就是 我們的情感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路以來 就是從 就是 我沒有想到可以真的從陌生人 然後從我 想說根本沒有跟他們有 不是同班同學 然後也同班不認識 更沒有碰過別的人 可以到現在這樣放肅 他們 我們彼此之間的 從幼稚園到 念書時期 對每一件事情 我們好像都經歷過 因為我們 經常非常了解對方 幾乎沒有什麼事情 是沒有講過的 但是 就覺得 這個是老T爺 就是 遲來的一個緣分 就是到我 十八歲 十八歲那裡 才遇到 就這輩子 什麼家人之外 最重要的兩個 因為我們三個 本來是不同的家庭 那種感情 然後 因為 這些緣分結婚在一起 就變得好像老婆老婆一樣 那種感情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想 還有共同的夢想 然後我們一起 首先都去完成它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心裡說 在我人生的高度裡面 可以遇到他們兩個 因為 我因為他們認識自己很多 然後 也在他們上學到很多很多 然後 覺得 自己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 改變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希望所有的人 聽到這首歌啊 都可以找到你們生命中的老婆 就像我找到他們兩個人一樣 然後我感謝到 你可以給我這個部分 因為 能夠遇到這樣的知己和不如 好朋友很重要 真心的一點都夠 就是謝謝他們 然後 在我很多時候 給我很多福地獻 讓我 路過很多難關 尤以為 這些人 更多 一百萬 四百萬